两位都是我喜欢的明星,尤其是杨子,我是从家有儿女就开始喜欢她的,一直到现在也一样,她演的电视剧我基本都有看过,像《欢乐送》里面演的邱莹莹,亲爱的热爱的里面演的童年,女心理师,还有古装剧《香蜜》和《青云志》等等,演的每一个角色都很经典,也都很有塑造力,让观众能够很容易地去记住她所演的每一个角色。 最让我欣赏她的一点就是她的性格,大大咧咧说话也比较逗,一点明星架子没有,总之给人的感觉很和善,和谁都能相处得很好。 至于肖战,喜欢她纯粹就是因为她长得帅喜欢她,她演的电视剧里面,说实话,除了陈情令有看过一点点,其他的都没看过,包括她和杨子一起主演的现代爱情剧《余生》,请多指教,主要因为平时自己时间少,经常要在家看孩子, 所以,不想以前追剧那么厉害,不过据我了解,在网上有好多评价肖战演技的,说她演的电视剧口碑挺好,也算得上是一位90后实力派演员,至于两个人能不能二搭,我倒是很希望两人以后能够多多合作。 毕竟男的帅,女的漂亮,还都是90后演员,以后合作的机会肯定会越来越多,论演技和实力,两人都实力悬殊,互相上下,期待他们二人以后能够拍出更多优秀好看的电视剧或电影,塑造出更多经典的角色,呈现给观众。 感谢观众